长大麻风洁净仪式的淫欲 长大麻风洁净的仪式中有一个步骤是 分别将血和油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这和祭司承接圣旨仪式中的一个步骤是一样的 启示录一章六节说 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 所以可以看出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神国度的祭司 祭司的职责是敬拜侍奉神 就如同在天上神宝座的周围有四位长老和四活物一样 都在敬拜侍奉神 为什么在神的眼中长大麻风洁净之后就如同祭司一样 可以承接圣旨呢 大麻风是皮肤病,也就是人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出了问题 这也可以影射人的形象出了问题 人的形象是内在生命的呈现 所以也可以说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 长大麻风的捷径仪式除了用两只鸟 一死一活的捷径之外 还要将血和油抹在求捷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这里的血代表耶稣的宝血 油代表圣灵的膏油 右耳代表听真理 右大拇指代表做合乎公义的事 右大脚指代表行义路 总的说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和圣灵行公义的事 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被神称为义人 称为义人和真正成为义人这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 他需要时间去完成的 所以我们称义的时候其实只是准祭司 如果我们这一生都靠着耶稣和圣灵行义路 那么将来在天上见祖面的时候就是祭司了 也就是一个准博士生需要拿到毕业证书才是博士 一个订婚的未婚妻需要等到结婚的时候才是妻子 我们现在在天国里的身份就是准祭司 准博士生 未婚妻 如果我们一生警醒知道主的再来 那么我们就是神国度的祭司 耶稣的心腹了 我们也从称义的起始点走到了成圣的终点 希望我们都能像使徒保罗一样的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近了 索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在这边可以按照就像译吧 那不在买的 这么过,如果我们得到来